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的就是这个仙克莱 仙克莱开的花非常的漂亮 而且花期也超级的长达半年 而且的话它还非常的好养 像我的这两盆是去年冬天买回来的 买回来到现在就一直开花 也没怎么去管它 但是这一段时间又一直下雨 放在外面淋雨 所以成了这一步模样 所以现在要赶紧给它去换一个盆 这个仙克莱它是有囚禁的 所以呢它比较怕捞 要选择这种透气性比较好的盆来种 比如说泥盆 陶盆 紫砂盆 然后就是这个大小不要选择太大的 可以选择比这个花盆大一号的就可以 我就选择这个口径 16厘米的这个陶盆来种 接下来就是配土 这个仙克莱喜欢这种肥沃 酥松透气排水性好的土壤 不要用太粘重 太容易板结的土来种这个仙克莱 否则它的这个囚禁就非常容易烂 一般常用五份辅液土 两份这个煤沙 两份合沙 再加一份腐熟的饼肥配置来种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防捞土种 先在这个盆底加点土 这个盆的话我底下都垫了一层桃栗 想买这个土的花有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再把这个仙克莱处理一下 这个仙克莱因为太密了 还有就是长期放在外面淋雨 所以它的很多这个叶子和花朵都烂掉了 所以这个仙克莱花期的话 一定不要把它拿着去淋雨 否则就容易这样 要不然这个花还能赏很久 现在就把这些枯掉的给它剪掉 然后再给它输一下叶 就是说把这个叶子去掉一点 这样的话才更不容易产生病菌 要不然藕在里面的话 是很容易感染这个病菌 大家看这里还有结了一个这么大一个果子 这可能是放在外面被这个蜜蜂给它瘦了粉 所以虽然在外面淋雨淋成了这样 但是结了果子这里面可能有种子 到时候还可以播种 这里又有一个这么大一个 这样就清好了 再把它们取出来 这个根性很发达哦 底下稍微去掉一点就可以 然后我种这个仙克莱 喜欢把这个球露一半出来 这样这个球就更不容易烂 所以我把上面去掉一点 感觉全部挤在这里的话 底下的叶子容易臆烂 嗯 露这个半个球就可以把它放进去 再把这个拿出来 再往四周加土 再给它们提一提开一盘 四周给它按紧 再给它们浇透水 浇透之后再把它们搬去缓苗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缓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 再给它们 再给它们